哈喽哈喽 大家好 我是B.A.Y.阿伯 欢迎回到我们的小勇者阿玛 没错 今天这一集影片呢 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新出的英雄海拉 究竟他的强度如何 值得把他给抽出来吗 那在这边先跟大家预告一下 这个海拉有一个地方啊 特别特别的厉害 好 那么在这个影片开始之前呢 不妨先帮阿伯点个赞 订阅 并且开小铃铛 你也不一定会收到阿伯的最新资讯 那我们就 正片开始 go go 好 首先呢 我们先来带大家看一下海拉的技能组 阿伯这边也有记录了这个 海拉的一些详细的讯息哦 然后呢 是把这个海拉的秒伤啊 也都算出来了 算出来之后呢 其实海拉整体的秒伤呢 并不会说到特别的出色啦 但他最厉害的地方呢 就在于说海拉到16星之后 他大招造成的伤害30%可以转为生命 这样可以让海拉大幅提升他的生存能力 他绝对是所有输出里面最坦的一只 那可能有人就会问说 阿伯那你输出那么坦有什么用 又不是在前面当坦克 对 这样说是没有错 输出要这么坦干嘛 我一开始呢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直到我推到了21张之后呢 我就改变想法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需要上阵两队啊 我的天啊 那我们在这个前期的资源呢 又非常的匮乏 所以这时候有一只能够造成输出 然后本身呢 他的坦度又相当不错的话 我们就可以玩一个极限海拉 一个人搞不好就可以直接把这个第二队扛下来 不过呢 他必须要升到16星之后呢 才会有这个吸血的功能 才有开始呢 能够独当一面的强度啊 呵呵呵呵 好像这个锯齿感有点重啦 就是一开始你练他的时候呢 还没有升到16星之前啊 你感觉不太出来 他强势的地方在哪里 但当你一到16星之后呢 这个强势的地方啊 马上就会凸显出来了 那以上呢就是阿伯对于海拉的评价 至于说中大课玩家在开局的时候呢 我觉得是一定要克一只的 因为一个人挡住一条线 这个强度呢 在前期啊 非常的需要 毕竟资源非常的有限嘛 那至于说中小课玩家呢 就要看个人咯 毕竟说我们这个 限定招募的活动结束之后呢 他也是会进入到普通卡池当中啊 那我听说呢 未来可能还要去练到三队哦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呢 那海拉始终有他的这个一席之地啊 所以中小课如果决定啊 有想要练海拉的话呢 那么这一次的限定招募 就可以直接抽下去了 因为在限定招募哦 抽角色的话呢 能够去获得到的资源啊 比你直接去十连抽 还要来的划算非常非常的多 话说这款游戏的限定招募 竟然可以直接用钻石抽耶 这是我很少看到的耶 大部分的限定招募 只能用限定招募券 那限定招募券又只能克金 或者说就是每次出活动就送你几张 然后你要慢慢囤 囤到一定的数量再次抽 那这款不用耶 竟然钻石就可以直接十连抽了 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去招募时间抽 要抽就抽限定招募 因为除了我们呢 能够更有效的去培养一只角色的强度起来 同时呢 还能够去搭配这个活动啊 去获得到一些额外的资源哦 那因为未来呢 也是会进到我们的普通卡池当中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 诶 以后练不上去怎么办 慢慢的慢慢的 平民玩家呢 也能够去把海拉练到十六星哦 那至于说小克以下玩家 到底要不要把这海拉给练出来呢 这边我们马上啊 来带大家看一下海拉详细技能的介绍 首先必杀技 释放出大量的幽魂啊 幽魂每0.4秒 会随机攻击任意敌方单位 造成45%的魔法伤害持续6秒 那么一共呢 可以造成675%的一个输出哦 675%单体的话 好像... 输出并不是说很多啦 但它比较不会有这个易伤的问题哦 我们这边来看一下火枪手 假如说对手的血量就剩下10% 那它的大招可以打40% 结果呢 打下去打10%成伤 那就易伤了30%嘛 那海拉的大招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而且它还有可能可以把 两个残血的人直接补掉 各有优缺点啦 好 那秒伤这边大家可以看到说 火枪手的秒伤是比较高的哦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海拉整体的输出呢 就差不多去把这个火枪手放上去 然后扣掉个10% 20%的总输出 那差不多呢 就是海拉的一个输出范围哦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上到二星之后呢 可以学到黑暗虫群这个技能 普攻有15%几率 向前方释放虫群 对范围内的目标造成180%的魔法伤害 那被击中的目标呢 在4秒内受到治疗效果会降低30% 那我觉得这个降低30% 治疗效果还蛮不错用的啦 因为有时候敌方阵容当中 有这个小鹿那个奶量真的非常的恶心啊 有打过的应该都非常清楚啊 所以这个降疗的效果 我觉得对于推土来说呢 是还蛮不错的哦 不过海拉的攻速呢 是有一点慢的 期望值啊 大概是要32秒才会去放到一次啊 所以如果你想要多降疗敌方 那可能要称一下这个海拉的攻速 那秒伤呢 是来到了5.6%的范围 5.6%范围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打到一个人就是秒伤5.6 打到两个人呢 就变成11.2% 以此类推 看你打到几个人 那火枪手他的第二招限弹 秒伤14%范围 不过他的这个限弹啊 差不多打到两个人三个人就差不多了 所以呢就14%去乘以2.5吧 所以火枪手第二招的秒伤 差不多35% 那海拉因为他的黑暗虫群啊 是一直线打过去的 所以通常呢 应该是可以去打到三四个人 或者五个人 应该都是有机会的 所以呢 这个5.6% 我们就乘以4个人好了 那期望值呢 就会来到秒伤22.4% 还是稍微偏低了一点 呵呵呵 五星的话呢 必杀技啊 他的造成的魔法伤害就会增加8% 那伤害的期望值呢 就来到了795% 秒上来到了53%的一个单体 那对比火枪手的话呢 还是稍微略逊了一点 接着来到八星呢 就是海拉自变的一个开始 那他就可以学到这个灵魂加索 那每隔一段时间 好像我测出来是十几秒啦 那可以对敌方所有魔法攻击的目标 造成120%的魔法伤害 一般上阵都会有两三个吧 因为辅助的话呢 也算是这个魔法的伤害啦 所以呢 一个人的秒伤是12% 如果场上有三个魔伤单位 那就可以达到36%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火枪手的部分呢 他八星啊 他的这一招的期望值秒伤只有10%的单体 那落差呢就非常的大了 同时呢 如果你的神器啊 有把他伸到金色 那么这个灵魂加索啊 还附带了3秒的沉没 十几秒放一次 然后就沉没3秒 所以这一招算是相当的OP啊 海拉上到八星的时候呢 就会迎来人生第一次的质变 那么这个强度呢 就可以追上我们的火枪手了 接着就是海拉最重要的16星了 大招的攻击频率会从0.4秒变0.3秒 也就是说大招之前放一次可以造成15次伤害 那上到16星之后呢 就可以造成20次伤害 打的伤害就会变得比较痛喔 然后再来优魂每次造成的伤害 还有30%会转化成自身生命 这时候的海拉坦度就直接一个大爆生啊 大概可以增加一倍多的坦度吧 好接着这时候我们再来跟这个火枪手做个对比 秒伤海拉已经来到单体70% 那火枪手呢秒伤是75% 诶就可以发现说好像差没有多少了 不过火枪手还是有一些抵buff的功能啦 但海拉它也有增加坦度的功能啊 所以上到16星之后呢 我觉得海拉的强度啊就已经比这个火枪手啊还要来的强了 而且神器开下去之后呢 我觉得海拉的神器效果是完胜我们的火枪手的 那上到这个神器指射呢可以让黑暗虫群加5%的触发几率 那我觉得这个整体的效益呢并没有说到特别的出色 那上到金色之后就不一样咯 这整个直接自变了 解锁了灵魂加锁还可以再额外的造成沉默3秒 根本就是法师杀手 你遇到对手是这个法师的阵容 那你就直接上海拉就对了 屌打 好再来上到这个神器红色呢也是一个很大的质变哦 我们的大招啊 伤害从原本的1060%上升到1360% 秒伤啊是来到了90%的单体 然后呢每一次的这个幽魂造成的伤害啊 还能够干嘛降低敌人的防御 减低敌人回能量的速度啊 哇那这两个东西可非常非常的厉害啦 到这边呢已经把这个火枪手啊 甩了好几条街都快看不到了 所以呢这个海拉除了上到16星非常的重要 还有就是他的神器啊至少呢 我们要把他上到这个金色 甚至呢上到红色哇直接逆天了好不好 接着上到彩色之后呢 还有新增了恐惧光环 所有敌人的伤害啊结算会降低8% 也就是中伤直接扣了8% 非常的厉害啊 然后每8秒呢 还能够降敌方阻力180点的能量 非常的厉害啊 这个就已经落我们这个狙击手呢 完全看不到车尾灯了 OK以上呢就是阿贝对于这个海拉的一个分析哦 所以他算是必须要有一定的练度 你才能够感受出来他强的地方啊 好啦最后这边我们来下一个结论吧 如果你是中大课玩家 那我们到了21关之后就需要两个队伍 那有海拉的话绝对呢 是让你会玩得更轻松 那时候就是海拉最强的时候 然后呢如果是这个小克 无克玩家的话 大家就自己衡量吧 那要把这个海拉练到他变强 大概可能也要花一段时间 那至于说这段时间 有没有可能会出更强的英雄 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无克玩家跟小克玩家 那么就自己呢稍微的去衡量一下了 那这边呢也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今天是阿贝这一幅开服的第20天 那阿贝的战力呢是已经来到了317k 目前克了4031的台币哦 然后关卡呢是来到了21之1 我还没有去推 因为我看到这个要两对的时候我就蒙了 好啦那我们今天这一影片的分享呢 就到这边 希望对大家会有帮助的其他问题的话 也欢迎到下方的留言板提问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阿贝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